平安扣钥匙扣的边法 取50厘米的绳子两头比其对折 隔一根绳子两头固定起来 取一米长的绳子从终点位置右边搭上来 左边压右边穿过去收紧 左边搭上来右边压左边穿过去收紧 这是一个完整的平结 推上去开头记得预留一个扣眼即可 然后我们后面一直重复编织平结 左右交替各编织一下是一个完整的平结哦 大概平结的长度呢打4到5厘米的长度即可 当我们编平结编到自己想要的长度后 再取一小段的绳子这样子加上来 后面继续打一小段的双向平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平结 大概打两到三个完整的即可 打好之后这两个小的绳头就可以修剪掉 再用我们的打火机烫粘绳头防止脱线了 然后上面夹的这个绳子穿上一个扣子 右边的绳拉到左边的绳下边搭上来 左边的绳子像这样子交叉穿过去收紧 这是蛇结的打法 打好之后修剪绳头烫粘绳头防止脱线 这样我们的钥区扣头就做好了 穿上一个6的珠子 珠子后面打两个蛇结固定 大家不会编织蛇结的 可以仔细的观看视频 非常的简单 没有什么难度 打好两个蛇结之后 就可以穿上我们的一个福字配件 紧接着穿上平安扣 两绳头分别拉向两边 扣头包在中间 两绳像视频中这样子打包心的蛇结 如果大家不会包心蛇结 可以仔细观看哦 很简单 没什么难度 来 这根绳向上打圈 另外一根绳食指绕圈 穿进圈里 两线收紧即可 这就是蛇结的打法 通常为了牢固 我这边都会打三个完整的蛇结哦 打好三个完整的蛇结之后 用我们的剪刀修剪掉多余的绳头 再用我们的打火机烫粘绳头 防止拖线即可 这样我们的平安扣钥匙扣就编好了 喜欢的家人 可以送我一个小恒星支持一下吗 祝大家兔年吉祥 新年快乐哟 Follow for more Bye